1.8 实证性陈述和规范性陈述 我们要掌握到这个概念 首先要明白什么叫陈述 陈述 英文可以叫做Statement 一个Point 它是一个意见的意思 意见如何分分实证性和规范性呢? 如果叫实证性陈述 它是不涉及价值判断的 例如是预计会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影响 影响什么 结果会是怎样 而规范性陈述 就是涉及价值判断的 例如是 我们应该怎样? 我们必须怎样? 最好是怎样? 怎样为之好?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我说 小明是一个衰人 它是实证性陈述 还是规范性陈述 你想想 如果我说 小明是衰人 存不存在价值判断? 存在 说它是衰 即是它不好 如果存在价值判断 就是规范性陈述 第二个例子 如果我说 小明再不起床 便会迟到 这句话 是属于实证性陈述 还是规范性陈述 重点就是 看看有没有价值判断 如果再不起床 预计影响 会迟到 不涉及价值判断 所以 你知道 这句话 是实证性陈述 我来的 我来的 有没有价值判断 是 这句话